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还公布自己有300亿元资产 冲政的第一重点就是不贪污 不过这听再曾说 要参选北市场的高国华尔内计是荒谬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高国华讲完阿弥陀佛 厚狂酸许淳美 台北市不需要无脑市场 许淳美表示 自己是真的是真心真意想要出来 想管国家整治一番 对于许淳美投入台北市场选战 高国华先议许淳美唱话 在嘴上的阿弥陀佛回应 之后又奉劝许淳美把钱捐出去 做善事比较实在 对国家社会比较有帮助 随后再用极端的语气说 台北市不需要无脑市场 高国华认为台湾不需要下体重的人 同时也告诫许淳美 不要让台湾老百姓觉得许淳美穷得值 剩钱 但有趣的是 左沈玉林被吻到若许淳美和高国华要选谁 沈玉林内置不必亲 说要投给特别的阿梅子一票 直至目前为止看来 阿梅子似乎略胜高国华一筹 至少拥有沈玉林别叫一张 高国华很酸许淳美 Hopperio提供许淳美吧 有一餐雪台北市场 资料照